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狗狗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许多洛县的爱狗人士 他们在过去是带着自己的宠物狗用餐时 往往会遇到不知道该如何看护自己的宠物狗的麻烦 而餐厅也缺少必要的设施来接待这些宠物狗 洛县卫生局今天就对外宣布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 以便解决宠物狗在餐厅室外区域就餐的问题 此次公布的政策是在洛县县政委员科纳比 和洛县卫生局的共同推动下制定的 这些规定允许餐厅自主设立宠物狗餐厅外用餐区域 并规定了餐厅应为此区域准备的相关设置 比如餐厅因为宠物狗进出室外用餐区而准备专门的入口 餐厅的工作人员不应在宠物狗室外用餐区内准备食物和放置餐具等 与此同时 新政策还对宠物狗主人在用餐时应该如何看护自己的宠物 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这些规定讯者 there's guidelines include don't walk through the restaurant to get to the patio area with your dog the dog should be on the leash so they don't lose their owners the dog should not sit on the table or on chairs or other seating dogs we're asking dogs to please check with their owners before they come up on their lap dogs should also use dishes designated single-use dishes designated for their use only 洛杰卫生局的负责人强调 此项新政策中的要求大多都是一般常识性的 并且是在遵守国家法律和保证民众健康安全的准则下制定的 因此不会对普通民众用餐造成任何的影响